《馬可福音》 第二章 一至十七節 幾天以後 耶穌回到了加伯農 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傳城 他所在的房子裡不久就擠滿了人 連門外也都示人 耶穌正在向眾人宣講上帝的道 有四個人用電子抬來一個癱瘓的人 由於人太多 他們無法把他抬到耶穌跟前 於是就在耶穌頭頂上方的房頂開了一個洞 把那人連同電子一起脫下去 正好落在耶穌面前 耶穌看見他們的信心 就對那癱瘓的人說 孩子 你的罪已經赦免了 一些坐在那類的律法教師卻心想 他在說什麼 這是蝕毒 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 耶穌立刻就知道他們在想謝什麼 於是問他們 你們為什麼在心裡質疑呢 究竟對那癱瘓的人說 你的罪赦免了容易 還是說 起來 拿起你的電子行走容易呢 我要向你們證明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 耶穌便轉過來 對那個癱瘓的人說 起來 拿起你的電子回家吧 那人就跳了起來 拿起電子 走著穿過驚惡的人群 圍觀的人都很驚奇 就讚美上帝高聲說 我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 耶穌再次出去 在湖邊教導到他跟前來的人群 耶穌向前走 看見阿勒肥的兒子 利未坐在碎關上 就對他說 來跟從我 作我的門徒吧 利未就起來 跟從了耶穌 後來 利未請耶穌和門徒到他家吃晚飯 同席的 還有不少碎關和其他聲明狼席的罪人 跟從耶穌的人中 有許多這樣的人 但有些法利賽人中的律法教師 看見耶穌跟碎關及其他罪人一起吃飯 就問他的門徒 他為什麼跟這些敗類一起吃飯呢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 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我來不是要召喚自以為義的人 而是要召喚那些自知有罪的人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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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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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